既然你跟我一起看過上一集的影片 時常覺得 詞音系十多難唸 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PS 聽着 ruined to be 就是這個音 就像你們中學小學的小女孩很喜歡叫人的聲音 不就是這個不是 PS 不過它是 SPS 你會發覺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舌尖永遠都是在齒槽的位置 就是門牙,上排門牙,後面的牙肉位置 沒有動過的 你唯一動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下面那條水準 是開合開合 這個就是那個 P 音 後面的舌尖永遠都是在那個位置 所以你一打開你就會聽到 S 音 你一收起來 就是所謂那個 P 音 聽著聽著聽著 有什麼例子呢? 我們聽到 SPS 的 例如 英式英文裡面的薯片 就是 美式英文的薯片是 Chips 但是英式英文 Chips 是薯條 那薯片是什麼呢? 就是 C R I S P S 就是 Crisps 就是這個 SPS 來一次 P 音 不是很難的 記得練習這件事 就是 P 音 就是這件事 好 搞定 好 搞定 我會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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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件事